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待他伤势痊愈后 或许会前往内门气脉去看你 弟子记下了 好了 你和谭云他们早日回内门吧 记得有时间看看老头子我 您保重 弟子走了 大长老让我们以后有时间 都回来看看他老人家 大长老 在梦亦心中 您一直是梦亦的爷爷 孙女多谢您这么多年来照顾 孙女长大了 要走了 请受孙女一拜 你喊我一声爷爷 脑头子我很满足 很满足啊 爷爷 您五年前一直问孙女的身份 孙女一直未告诉您 您可知道 十年前的 暮风圣巢 爷爷知道 当初的唐永生 待人覆灭了 暮风圣巢 孟一 莫非你是 暮风圣巢的人 嗯 孙女就是 当时暮风圣巢小公主 我的父母当时被杀 母后生死不明 于是 孙女逃亡五年 来到了黄浦圣山 若非爷爷您当时收留孙女 孙女恐怕 早已成为妖兽之时 孟一 好孩子 不要哭 你还有爷爷 还有谭云呢 待你今后强大了 再为父报仇 寻找你母后的下落 您老放心 弟子将来会帮他报仇 待找到他母后的下落 弟子 再风风光光迎娶他 好 有你这句话 老徒子就放心了 此地到内门 路途遥远 走吧 都走吧 爷爷保证 大长老保重 那小子 不就是杀害 外门执法长老的谭云吗 执法长老有令 凡是内门执法弟子 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他 我们今日能灭了他 可就立下大功了 我昨日才杀了邱永聪 没想到 邱永文的动作可真快 短短一日时间 就下令 要内门执法弟子杀老子 喂 没见过美女吗 口水都流出来了 恶不恶心 这位师妹 你说谁恶心 杨师兄莫诺 有这样泼辣的小师妹 难道不好吗 好 非常好 你们 别生气 待会儿姐夫给你出气 谭云 紫燕 我看不出他们修为 别和他们一般计较 内门新晋弟子 穆梦义 要返回内门 劳烦两位师兄 开启传颂阵 原来是穆师妹啊 师径师径 一双狗眼 看什么看 优鹤 这不是谭云吗 还真是谭云啊 你这个丹麦杂役弟子 在爷面前 转什么转 立刻给爷我跪下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 胎魂境八重的爷爷 宰了你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谭云 你 你 竟敢残杀同门 死定了 你给我等下 你想干嘛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必叫他天诛地灭 他先想杀你 可我没有想杀你啊 别装了 你和徐刚说的话 我已经听到了 大爷爷 小的爷只是奉命行事 求你放过小的吧 看在刚才 你为付出杀我的实际行动 我便不和你计较了 不过 你用肮脏的眼神 看我的女人 自费一臂吧 不 我不要 那我帮你 今日算你命大 现在给我打开传送阵 是 孟毅 世瑶 子燕 我们走 孟毅 看着眼前的一幕 让我回想起了 两年前入宗的场景 两年多前 你还以为这里是 外门弟子修炼的地方呢 当时 我还笑你想得美 又告诉你 这是我们圣宗 内门弟子修炼的 灵泉仙山芋 这些 你都还记得 和你经历过的 点点滴滴 我都牢记于心呢 哎呀呀 受不了了 好肉麻 你又取笑人家 我肉和他们一样 开心兮兮 该有多好 牧师姐 你快看 石瑶是落汤鸡哦 石瑶妹妹 快来一起收拾这疯丫头 你就陪子燕疯一次吧 嗯 哪位是木梦义 木师妹 咱们